小学生玩可能有点幼稚 大学生玩刚刚好 夜光史莱姆 它是可以自己DIY夜光化的这一种 有一个小蛋糕 还有一个旋转木毛 让我们看一下它到底有什么不同 送了两个起炮就要收纳袋 我还想着说起完炮之后放进去挺贴心 结果是它这个史莱姆没有盖子 打开之后就再盖不住了 上面写着更大更炫更安全 它就是符合安全标准的 小Tiger和小潘打 猛女看了都可爱到落泪 开始我们的测评时间 它这个气味闻起来就有点像那种 香香的起泡材料的那种感觉 拉伸的话和我上一次玩的欧史莱姆一样润 上次评论区告诉我说 这个你挽着挽着就软了 确实如此 后面拉着拉着就很好拉伸了 但是因为时间有限 咱们也就不过多的去软化它了 这个拉伸性很好 扎个小泡泡 开始做我们的夜光化 我是边看电视剧 比玩这个了 确实很有意思 上次大家都问我为什么叫豆包包本包 这个名字的由来是什么 刚开始的时候我想叫贝克史莱姆 但是那个时候有博主叫这个名字了 咱们就说能换一个吧 我还挺喜欢李子玄的 她叫豆子 她的粉丝叫豆包 那我就叫豆包吧 然后就起了这个名字 就是单方面和自己喜欢的明星互索了 哇 她真的可以发夜光 还挺好看的 我还做了一个小星星瓶 这个也很好看 嘿嘿 再来拉拉我们的弹力五彩泥 下次挑战给她五倍气泡 好了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